哇 许哥你出来一点点 我付 嗯就这样挺好的 特别小 你缺帮安全感的行 要不要择垃圾 带你哥 好 生气 哼 你三刀杆 现在这个学校的要求都这么低了吗 掌中宝 掌中宝不是膝盖底 掌中宝 是过了宝 好啊好啊好啊 我真的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真的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真的好啊 明明今天上午吃了碗面 可是非常奇怪 他吃的好香啊 我去吃了 早知道我中午就不吃了 啊 好香啊 吃正阳膏 针尝熊掌 针尝一下 烧鸡烧鱼烧鱼烧鱼 我们组的女演员特别的精简的吃虾 所以一会儿 高预的肉打包 给他一会儿中午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在一见青心中饰演谭学林 沉稳 拔气 然后积极 很开心 静怡是一个特别特别善良可爱的女孩 而且特别聪明 然后在现场也很活泼 她的性格比较像男孩 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呢 为什么不能两个都要 民国四杀 哈是行 二哈 一 二 三 最近就是热 太热 就是红电的夏天真的太可怕了 飞 对 就是经常用这个 说你这脸上有东西 不是什么东西 说有一点帅气 哇天哪这个真的 都得用 红烧排骨 三岁 全三岁吗 特别想体验潭寺的一天 就是我背着他的一天 不那是两天 对 他被我背着跑了两天 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他是我的项目 我其实有点鱼心不忍 我其实有点鱼心不忍 他会进那个女生的地方 然后徐光耀就是会 比较吃亏 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徐光耀诞生 现实生活中的话 我觉得 徐光耀会比较女人员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那个年代 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跟举止 有一个学生的习惯跟举止 天气越来越热 Ok 父亲徐国君的 打分的部分交给观众 最烦快弄快答 不会流汗 当一个少帅 然后军人 开枪 有趣的皮脑 演一个坏人 徐波军 路就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静怡 在剧中饰演慕婉青 好久不见 我是莫婉青 独立 有钱 聪明 其实我觉得性格还挺像的 就是可能 外乐 内浴 觉得特别的新鲜 就是每天去片场 感觉自己去了另一个世界 因为生活的年代不太一样 然后距离比较远 就是 然后她又是一个大小姐 就是可能跟我的生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她就是 她就是潘选灵 就是和她合作互相会有交流刺激 然后进入角色状态会特别快 你的核心 有 潘选灵 吻青 窝仔 兔子猫 去别人的梦里 青草西兰花 潘逊玲 16岁 雅琪 因为感觉她就是 每天的生活都很丰富 好温 接受我生意 上海第一嫂子